歡迎大家來到冬晚輝密電台 今晚是港曼咬謝邦第107集 不是港曼終慎庭嗎? 不是港曼天子邦 今晚同時間都是天子六七特約 請了個嘉賓 他認不認得他自己說笑 我是天子七三國嬌王的編劇中英偉 今晚是來宣傳的 這麼快就撕掉錄的名字 你不想他和你的人生有任何掛勾 今晚所有事情都要扔天子七 收聽的方法你現在正在做 是不是很突然呢? 大家是不是很驚訝呢? 因為我們之前從來都沒有預告 港曼咬謝邦一向都沒有預告 我們連在留言板都沒有說過 收聽的方法你自己正在做 如果想跟我們Live Chat的話 在咬謝邦是不可能的 不過在這個動費或是這個 今天煲新番就可以加入我們 MSN acrubbage.radio.gmail.com M群group275180 msn.cn 今天嘉賓先出聲 先介紹一下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曼尤仔 大家好我是Fing G 我是施迪 我是末日郎 請到阿偉來 大家一起評一下不跟我們說 品評一下 事不宜遲 請到你上來 讓你做個口術的解說書 請到你都出了解說書 可能他有更多的東西想跟大家說 首先要澄清一點 可能我的專欄或解說書裡面 寫重手了 現在好像有個誤解 本書是賣得不好所以完 其實情況不是這樣的 賣到五萬書都完 因為其實出了三年半 期數都算長 如果賣得完 其實現在只不過是 比我和阿寶希望的短了一點 其實銷量是OK的 不是說銷量很差 所以就要停了 只是進度 比我和阿寶預計的短了一點 所以 因為我看到 出來的反應 大家好像覺得 是不是 賣得不好就停 然後評價也會影響 下去對天子七的 其實這個很多坊間 或者網上的討論 都好像你剛才所說 不會認為不要賣 因為其實講萬金內 歷史就是跟這個掛鉤 很少作品是寫得急流勇退 甚至是有計劃地去完 大部分 還能保持出的都是因為好賣 好賣的書才不會接的 特別是大公司 這個是鐵測 和銷量掛鉤的一本書 所以不是你的錯 你不要更加推我 我想說 其實應該這樣說 一開始 是暫定一百期 因為其實那時候 大家都沒有做過潮話版 是啊 李老闆 在專欄道言之作作 說要成為首本史上 每期超過一百頁的 漫畫周刊 會連載一百回 那時候因為大家沒有做過 覺得這個頁數 寫一百期應該很長 但是做一半 其實去到半腦 我和阿寶都知道 沒有特別快 沒有特別慢 但是做一半 其實我們兩個都知道 應該一百期是完不了的 所以臨近一百期的時候 公司裏面大家討論過 反應OK 銷量OK 總之過了一百期繼續寫 一百期應該是龍威篇左右 但其實那些決定是早過 出書之前做的 我不太確實記得 可能去到六七八十期左右 即八六遺憾那一頭 就已經知道 我們可以過一百期 但是過一百期之後 其實又沒有特別說 應該要幾時完 所以之後 唯有不隨不疾去 因為你不能去得太快 或者忽然死了很多人 所以去到八 一二三的時候 就開始說 會不會不如想八三期完 前後應該有幾次 一次就是八三期 一次就是八五期 後來就變成現在最終一百六 唯一我們本身是想說 可不可以寫到今年年尾 但是公司就希望 即是大家 大家 大家夾回去 你和阿寶 夾回這個漫畫節 沒有理由不知道 一開始我懷疑你和阿寶 根本就有計劃 最重要是要哄碰黃先生 實行這個潮華版計劃 然後才碰黃先生 誰發起的這個計劃 李老闆 其實是這樣的 我記得應該是八發鬼 然後就到 我和阿豪做了萬神之神 比較是萬神之神的反應OK 所以才做洪武大帝 所以才做洪武大帝 洪武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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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點 差不多 應該是萬神之神 到洪武大帝 我覺得可以天子閒周旱 我想這樣說 今天主要是 咬這幫蟲 我都不放過任何人 除了阿朗對肥良 特別有偏好之外 我們大部分都不放過任何人 他都咬肥良之斜 他咬肥良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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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都不會放過阿偉 其實 通篇 上一次你來的時候 大約是去到八六位 五篇左右 如果我沒有印象 沒有記錯 都是一段時間之前 不是 龍威 我還記得我們說 他說他走池玉琳 是他自己的 親身經歷 但是 那裡龍威 一路發展到下來 其實朱元璋 反而沒有什麼氣 就是在那裡 倒一倒 被他KO了 連名都沒有 西尊之子 然後呢 其實整個 天子六的焦點 都放在十三役 基本上就是 天子六 點五 十三役片 這樣 全部都是圍著十三役轉 反而 看陣營 或者是 吳軍的陣營 其實是 沒有什麼走向 為什麼會這樣 編排呢 應該這樣說 朱元璋走了百多期 那時候覺得差不多 夠了 一定要描述一下 分一篇範圍出來 描述一下對手 否則對手成長不到 其實日後對立 也不好看 但是 我承認有個偏差 就是 十三役是做得多了戲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是做書 的時候 你不打不撞發現 原來 有些角色 是 讀者或者市場 喜歡的 那你就會順勢 繼續按反應 張曼又說 那些角色是自己走的 懂得 自己決定自己的路 怎麼走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反過來就是 作者是被一些角色帶走 某程度 作者便要投入到 當自己是某些角色 代入了他們的想法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過了一次 自己某些中愛的角色 蝙蝠反而多過一些 本來需要寫的主角 那個陣型 那會不會是因為十三役 是虛構角色 所以會發揮特藝 所以導致著墨重了呢 其實龍威編之後 張士誠也做過戲 韓林儀都有 以我們有提的 歷史上的漢人 其實這兩個都有 陳友諒 因為將他變成十三役 就無計 我承認十三役是 一來因為市場受歡迎 二來我們自己覺得 既然他好像都描寫得上算成功 我們自己都 偏愛多了 但是 我後來想起 我是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都說 如果天子七 我是希望 將原創人物的數量 壓到最低 盡量給歷史人物 做戲 我想問一下 其中應該 如果這樣說 大約有 某一兩個篇章 其實我不算很欣賞 其中一個就是 這個 應激長空 武當七合 應激長空 應激長空 應激長空就是 整體那個鋪排 因為 雖然私底下 或者上一次 在爆廣萬 和你做訪問的時候 都有提過 但是 我們在開麥克風 聊一下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這種 打十二攻 或者冥王編的走向 還有最後 我自己覺得 其實 封英俠薩儀的 那條 筷子 是不斷地 要很清楚 交代 給所有的人 包括 徐達 術尺 讀者 我的感覺 就好像 就是 硬要 將 原本應該是要隱密的 因為 要越隱密 你那個 行動 或者你的目的 才可以容易達到 結果 就說出來 那 我自己就不太欣賞 所以 你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包括 打這個 那個 什麼 武當山 哪有這樣的順序呢 其實 應該說 袁瑞印和王城血路 其實只有幾種模式 如果不是打擂台 就是闖關 我不會否認 概念是闖十二攻 因為剛好 武當山 但是 其實以前 黃山的書 都是有 講漫都是有 這種闖關形式的 模式 那 主要就是覺得 袁瑞印打了擂台 不如 這本書好像未試 闖關 那就闖關 就把 合薩儀的 生死 放進去 那 我同意你先說 那個 隱密性的問題 那時候 開到的 其實差不多 故事的角色 隱約猜到 讀者 根本就猜到 合薩儀 大概是想怎麼走 所以後來吸收了這些經驗 去到 後面黑死或者女帝之夢 手法上 就 隱蔽一點 那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 在 一直發展下去 因為 其實你是什麼時候知道 正式知道 你要一百六元 因為 我的感覺就是 鷹擊場空邊其實是去得很 有些 有些過場 那 我懷疑其實你去到 女帝之夢和黑死的時候 你不知道是要完的 所以 令到 現在 埃連近晚的 這一張 波陽湖之戰 其實是急得很緊要的 你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呢 應該這樣說 第一次知道 一百期不用完結之後 其實 沒有明確 就沒有明確 就沒有明確的 軟結期數 那 其實 先說 如果一本書 你不知道他明確什麼時候完結 你不可以去太快 你不可以某些劇情 推到很盡 或者我不斷開始死人 那如果之後 還要多寫一二百期 那怎麼辦 所以 不緊要 還有拿迪斯和彼達 我不否認 應該長空編 有少少 我可以這樣說 有少少拖 但不是說 我們打算死拖 難拖 而是 其實我們不知道 那時候之後的書 會什麼時候完結 有時候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完結 很難度 尤其是你度一本 永遠不會完結的書 例如幾間公司 最黃牌的書 如果你度它 不是 黃牌書人家完結 48期一輯 哈哈哈哈 即是有些書 如果你永遠不會完結 其實你很難做事 你不知 那些人死不死得 你不知 那些人 成長程度 可以去到哪 可以勁到去哪 其實我想反過來 有沒有想過 純粹是 根據 你自己 喜愛的劇情編排 不要管什麼時候完結 總之寫到這麼長 我覺得是時候完結 反過來 你自己跟黃先生說 我打算寫多三十期就完結 拿著把刀進去黃先生 黃先生在問你 是不是不想做 三十期之後 首先一定沒有理由 一定沒有理由 是我們員工決定 本書 什麼時候完 然後告訴老闆 決定你自己 要在這裡做 我給你一把教材 你一會兒想完 那時候就 拿著自己 剪線頭 剪線頭 因為我 有時候覺得 從事創作 到某個時刻 就算可能是 一個 低微的僱員身份 十幾分鐘了我要完 都要自己有些主張 如果不是就搞到 好像剛才我們所說 有幾篇寫到 真是不知想怎樣 立到無論 是不是在間討 因為當時 在坊間大眾的討論 這種感覺實在太強烈了 你會不會 反過來 覺得有時候 為了一套作品的完整性 寧願不跟公司的策略 甚至乎可能賺錢 老闆說 沒有可能 但是你堅持這種 創作上的決定 有沒有想過 我想一定沒有人會 自己 決定到 一定不是 在我們的 在我的經驗來看 通常都是 不會直接去到黃山 通常都是我們跟 鄺山 或者鄺山 問回我們 如果看走勢 或者看反應 還可以花多久 大家覺得 哪個位置適合完 而你之後講的問題 拖不拖的問題 我之後講的其中一點 就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完進度不會特別快 而那時候拖 其實是 那個計劃有點棘手 如果有看介紹書 知道 那陣子那個 狀態 或者是 那條計劃的去向 很多掙扎 或者思考 可能你 不是 我要 我要講很多次 是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你們這個節目 怎麼經常說 跟我結婚有關係 基本上沒有關係 我們沒有經常講的間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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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講了很多次 已經講了四五集 我們只是那段時間才講 不好意思 繼續 多了一把女聲 我發覺 女帝 大家好 你是入 你是入來講 索尺 對 除了 糟了 我剛才有問題 你一定是看反應 你不好賣 那當然會很快結束 如果你好賣 就一定短期內不會結束 正如iShow21也有世界編 一樣的 反而我現在吸收的經驗就是 我們做天子7 那個節奏一定要快 一來吸收 天子6中間 放緩 大家反應 就 感覺不好 第二 就是 因為變成博莊 我們都要 不可以再用潮華版的講故事方式 第三就是 其實三角的故事 耳熟能長 我們要節奏快一點 就是快到 我淘寶暫定 我們希望 五十二期之後 就是赤壁 我們想每十期 就已經是一個大事件 現在轉為博莊 我發覺 其實潮華版那個 所謂的革命 那時候 潮華版的出版模式 是否宣布失敗 還是之後會有 另一波的 潮華版的出版 策略呢 我想出了三年幾 一百八十六期 又不是叫失敗 但為何不繼續呢 或者可能不一定是天子做 可能第二本 你講潮華版呢 對 第二本做潮華版 我又不能透露太多 但應該這樣說 其實 本身潮華版 是 不應該賣這麼便宜的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這個我個人意見 十幾年前 都劍邵詩試過鑽精裝版 四十五元 他那時候都成三十幾四十元 而他的業數 好像都是最多多天子少少 我記得 是啊 那你想一下 十幾年前 都要賣三十幾四十元 而我們現在十幾年後 只是賣二十元 其實本身 利潤不高 所以其實現在天子 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不是蝕 我們不是沒有錢賺 而是 如果利潤不太理想的時候 那就要 就要調整 其實學阿肥老師便行 為了書書堅溫 然後說 加大量誠意 我相信你的粉絲一定接受得到 而且那時候 都劍詩是月刊 來的 跟你現在周刊 差很遠 他說月刊 都出不了月刊 那時候 所以現在是貴行來的 你現在去到公宗劍詩 我想 如果 那個價錢的時候 又有另一個問題出現 如果你每個星期 我當你現在賣三十元 都不是很貴 但 每個星期 但是給三十元讀者 就很大負擔 喂 不是 我反過來 就是這樣說 二十元呢 這本東西我就覺得 都買得下的 但如果去到三十元呢 你知道香港 尤其我們這些廣漫迷 看了這麼多年 對畫面的要求其實很高 現在的問題 對於我來說 就是 根本以現在的製作團隊 給出來的那個效果 尤其是畫面的那個質素 它不可能再 因為你看到 譬如以前的刀劍少 它是賣到三十幾四十元 那一個版本 它是很漂亮了很多 就是 自由人 它是花了很多資源下去 才夠僵 去收貴 你去那麼多 但是老實說 尤其去到末段 先不要說 我不是很認識這裏的美術主筆 但是我看他後面的美術主筆 間不時都會換人 然後呢 因為這樣的稿量 我就算不知道你們的運作 我都猜到其實每一頁 有很大部分 是分開給不同的人去勾 那些人的面上又會不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 因為這樣你沒有辦法 可以告訴我 這一部是屬於一部 可以賣到三十元的狀況 所以我作為一個讀者 我會給一個這樣的 comment 所以先頭我的說法 都沒有說 我們要賣貴一點 主要是這個稿量的問題 就是 因為你之前都說 其實都劍少 他可能是一個月做我們 一期稿 而我們是 一個星期就要做一期稿 所以畫質 其實大家要很努力 就是大家要令他準時出版 已經很困難 就是無論是阿寶啊 我啊 就擺明黃生蔭你們兩個 或者所有人 或者所有分析 應該只可以說 開頭是覺得 沒可能的 頭幾期 全部人都做到金正火眼 喊救命 但是後來做一做 就習慣了 可以 但是 要應付準時出版 就已經很吃力 只可以這樣說 繼續說回故事 其實呢 你去到女帝之夢 和黑死 這兩段 我有沒有調轉過次序 黑死先到女帝之夢 我的感覺呢 其實就是 有些重新 翻回來的 那種力度的感覺 因為之前 譬如龍威篇 雖然 朱元璋走了去 這個 青色犬馬 走色彩器 其實都 意料之外 在傳統的廣漫 很少人是這樣的 除了現在的聖公子之外 聖公子是波種王子 波根 但是其實整體來說 他的發揮 不算是很出色 接著到這個應激長空 我自己就其實不太喜歡這一篇 但是 去回這兩篇 包括女帝之夢 和黑死 感覺是重新上力的 因為 這兩個角色的那個 氣氛很明顯 還有那個變化 就是 韓林兒是越來越衰革 而這個拖雷是 越來越有型 那個變化是 寫得出味道 但是中間 都有一個 在編排上面 我們都有少少 在做節目的時候 都有少少救餅 就是 前段的時候 都是很多解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安排 那麼多 就是 比如說 老鼠的生理結構 National Geography 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那個解說書 我也有說 其實 首先就是 農威都叫做 一半半 農威其實我覺得 整體方向OK 可能有 兩個位置有問題 第一個位置就是 我自己覺得 打人狼那裡可能 有少少問題 第二 你剛剛看完業問 所以 把人狼設定為日本仔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阿世磚之子那個 觀感 大家覺得 原來只是這樣的 但是去到英擊長空 整體編排 都 有些問題 最主要可能是 合殺而 死那裡不夠爽快 我都說 如果他一個人打7關 可能更好看 死得光光烈烈 有鑑於這兩篇 其實 在這兩篇之前 大概頭 100期 評價都是平均的 但是這兩篇 就 馬上有些回落 我自己有些壓力 所以我去到黑死同 女禮之夢 就 只顧得盡 要想辦法 要 拉起整個小 那你說的資料 其實 你當作鬥氣 其實這本書 開頭說 不用龐白的其中的原因 一來就是 一來就是 因為那本書的書都很小 你再加龐白 那些位置 就 不OK 二來就是 那些人經常說 廣漫有龐白 日漫沒有 所以 代表廣漫的 能力是差一點 所以我就不用了 而這次 黑死篇放一些資料性 也對應很多人都說 廣漫沒有資料收集 或者看完沒有東西學 所以我其實 你當作鬥氣 做好功夫 總之我就拋出來 而且我覺得 其實又不是太過分 在186期裡面 其實他佔的篇幅 只是很少 你用186期 當然是 有些取巧 但是 就這樣看 我是用了兩三期 去了解老鼠 當時的鼠益 應該這樣說 讀者一次過 只是讀你90頁 這樣就不是 那你變成 有十幾頁 就好像有 八九分之一 不只講黑死的 生理 或者毒性問題 連 竟已死去的十三役 在那裏都佔了很多蝙蝠 即是講他們的前陳往事 那裏好像真的 立了一點 因為結構是想著 拖雷 講拖雷的現在 和習慕俠的過去 其實兩個人的過程是一樣 兩個義父子都是一起 搭上獨王之路 互相呼應 因為有一件事就是 所謂的習慕俠死了老婆 和死了兒子 在十幾期那裏講過 其實根本上沒有講過 而 他死了老婆 和死了兒子的仇人 就是拖雷現在要解決的 所以他整件事 無可避免一定要 說出來 那 故事 結束了 女帝之夢篇 我記得當時 小貝很憤怒地 和我們辯論 關於男女之辯 胡大海 戰男胡大海 戰男胡大海 我 我覺得你們都是 我好像 我其實最後一次 聽有關講天子 就是那一集 因為之後就很忙 我記得他類似意思 說胡大海沒有幫過 韓林二人怎麼樣 是不是 不是一個好老公 你不應該這個時刻 才來翻兜說 老婆是 壞人 你有沒有扶持過他 其實本來最後 他告別韓林二次 我想過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他 他跟著完整是要保住 老婆和子女 但是我想回頭 你胡大海何德何能 你跟著完整有什麼大飛鳥 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只是 其實我是想寫 一個不同的女角 佔氣重一點 但其實寫一寫一下 在廣萬世界裡面 他要做男人做的事 他才可以 標出來或者上位 其實他跟胡大海是 不平等關係 全部都是韓林二做主動 韓林二做副委員 寵恨的 韓林二做副委員 其實我自己 又搞又打 我自己中間 喜致都覺得好笑 他剛剛 他們洞房為什麼要太假扮 那裡是一個 Cosper 我自己和阿寶都笑 那裡應該我們之間 有一點差錯 其實沒所謂的 有些人都說 玩制服都行 Co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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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 給你 給你暫明 我說韓林二的個性 我覺得好笑的是 胡大海剛剛跟回百年教 然後韓林二說要捧他上位 然後中間又暗中教他打仗 又暗中幫他打人那段 我自己起字的時候都跟他好笑 真的太簡單了 胡大海這樣就怎樣 他不單止 他還包括打仗 所以其實也會打很多東西 那 打仗 胡大海 去到《女帝之夢》編完之後 然後就已經很快來到結局的尾聲 那我自己其實有個位置 我猜當日可能你都算是留有一手 就是準備做或者不做 就是阿成哥和阿德哥那邊 張士誠 就是張家的那一邊 那 其實你最後 其實你是不是有想過如果他們真的 喔還有時間 你是會 現在大家都覺得其實劍力都幾草 去得太過草 如果再給你二十期 其實你是不是都不會寫張士誠這邊 其實我專欄和解釋書都講過 其實去到《聚保盆》那時候 已經很明顯說 張士誠會墮落 腐敗 主要是我之前籌備的時候 我之前看《胡君》做那套 《朱元璋》那套大陸電視劇 他裡面都是陳友諒比較重 張士誠放得很輕 其實歷史都是因為 主要是幾十萬人那場 大海戰 朱元璋打贏了 張士誠已經比較次要 那我也覺得這個取捨是OK的 那時候心裡想的就是 如果 打完陳友諒 再打完順帝秉儀 其實本書是可以完結的 張士誠應該就不看了 但是如果本書反應很好 要出得長一點 那就可能真的會寫張士誠要打 那現在唯一就是 都拿了張士誠出來 因為之前鋪了 他出過場 在龍威篇林美那裡 打波斯副教主 還有 徐達那個 林美拿珍舞 都覺得應該需要有這個人 所以就出了去 盡量寫好他 現在出來的效果 似乎不是 我們讀出來的作品 感覺不像在聚保盆 那裡結束的故事 後來還要煮德哥 你煮了德哥出來 德哥看法案其實就可以了 你令我們覺得 你是後面要打了 不是在那個位置畫了解線 這個已經變成是以前的角色 這樣 那是不是有些失策 還是怎樣 還是有些誤會 其實如果蝙蝠可以的話 應該徐達要 比較明確地打贏了張士誠 現在已經打贏了張士誠 翌日張士誠那邊都不能打 完結就好像好些 現在是差了一點點 就是徐達和張士誠是差了一場 其實 嗯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 真的之前完了 因為既然說他 透過張士誠而 練成了他的真武 那一刻 張士誠也殺不了他的話 他自己口中都說了 以後就是沒有機會了 加上他能夠連王禍都贏了 但是他說自己理論上應該是更進一步的 他的功力 那變成那裏都不寫問題 反而可能因為那個尾 交代其他人 或者是宋戴炳那裏 過程草率或者快太快 令到人把所有的問題 一次過 都推出來了 就是本來 之前說張士誠那邊 不寫 或者是聚保棚那裏寫了 我都覺得 某程度都是一個結局來的 但是就這些小問題 全部一累積了 大家都覺得很多問題 同時間浮現了 還有我自己有個問題想問 其實天長五零 是不是一開始就想齊了 初期出的 萬象珍藏 青龍刀 一開始最 和太極元官這三樣東西 頭十幾期就有了 後面兩樣就有走盞位 但是第四樣聚保棚 都近乎 決定了 是欠第五樣 比較後期的 就想到第五樣是一條船 但是 沒有什麼發揮 這個已經是 算不算 作為讀者來說 看起來就是一種失著 對你來說 算不算是一種遺憾 就是天長五零 其實沒有很完整的 發揮它五件 寶物的一個應有功能 可能這條要連上宋帝炳說 可能都是向一些沒有看計畫書的朋友說 就是 本身宋帝炳是一個走盞位來的 以防萬一 如果本書 要寫得比較長 而本書裡面的事實角色 或者虛弱角色已經打得七七八八 那就拿宋帝炳出來打 就想著進可攻退可守 如果 不打宋帝炳 就當一個後事 就說 很多年後 他跟朱棣打 就想著這樣處理 其實去到 《女帝之夢》篇中間 我已經在想著 到底最後一篇出不出 宋帝炳 但是 跟阿寶討論局覺得 沒理由不出 還有另一方面 我想了一段時間 就是 如果朱元璋打 13 那個陳友良 是不好看 因為朱元璋和13 沒有什麼 敵對立面 敵對感覺 13已經分配了給常宇春 所以就 分配 許配 所以 朱元璋就要打宋帝炳 而 唯一是我在想著 既然 我在最後的第二期 已經把朱元璋放在宋帝炳那裡 我想 剩下十幾期 每期 給他們兩個打應該夠了吧 但是 實行下去的時候 發覺 一來給不到這樣的蝙蝠 最主要 已經不是朱元璋的力量 能不能夠合理打完宋帝炳 而是我覺得 其實 就算朱元璋什麼黑不黑化 尷不尷尬都好 我自己覺得宋帝炳 取不致死 所以最終 當然現在不是一個 很好或者很合理的處理手法 只是說 既然當初我想了他可以是靜難之變的一個 一個 我們自己作的原因 我勉強還可以用50個元神去修 因為50個元神本身就是想了 這樣用 原先 說 陳友諒是一個小宋帝炳 能夠怎樣打贏他 或者13為何有這麼多元神 其實都是想著 如果你能夠打贏有13個元神的13 如此類的 你應該摸索的方法 怎樣打贏有50個元神的宋帝炳 但現在好像兩人完全不關事 其實有失策的地方就是 將陳友諒變成蒙古人 也有個提案 其實我之前沒有留意 國內的論壇 但後來我看百度那些 很多人罵我 就是說 將這本是蒙古英雄傳 又說我是蒙古人 原來你有這樣的血統 總之意思是 我太偏袒去蒙古那些 那些蒙古人全部 很帥 死得很帥 但那些漢人勾心鬥角 很卑鄙 原來有這樣的看法 我想國內的反應是大一點的 民族情緒比較重 香港人看就好看就OK 不過我承認 如果陳友諒變成13 變成最後這場水戰很奇怪 一個蒙古人 扮漢人 然後騙成一堆漢人 去跟另一堆漢人打 雖然原本的重點 我原本想帶出一件事 其實你們明明有個共同敵人 蒙古人在這裏 但你們都是中國人 而且事實上 明明陳友諒那邊 那些 那些 船是船堅炮利的 那些 本身是一個 發明家來的 陳友諒 我想講完先 明明上面有個蒙古人 但你們中國人 又要中國人打中國人 才有一個悲哀 或者有一個 感慨的位置 但現在 就好像擺歪了 因為 你們這邊 明明知道齊友諒 那邊 很多都是蒙古人 我們打的蒙古人 所以我自己 很辛苦找回一個位 大局這期 給神棍去說 即是 即是 其實這個 就算這個 是不是蒙古人 也好 就算這個陳友諒是漢人 最終我們都會這樣自相殘殺 就是好像 勉強表達我原先 想表達的一個 不是 這是很正確的 中國歷史真的是這樣 尤其是 呃 陳友諒那裡 我覺得是最失敗的地方 是當初鋪了他這麼久 曾經很多人認為 會不會是一個 跟宋帝秉一匹敵 或者只是弱化了 但是沒有十足 都可能有七八成的 水平的角色 但是 最後這樣 要的退場 好像實在有點過份 這個 有沒有 即是他突然之間 這樣被消滅 是不是在你們 很早已經預計好的 呃 即是入了太極圓觀後 那個那個邪童 其實 應該是這樣說 原先是想著 他是兇兆那種 那種邪惡 他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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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邪惡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